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骗人 骗人 你是 你叫李小雅 我们梁总长有事 用到我的时候知道找我了 不用到我的时候就把我当垃圾一样 我才不会去 这是哪里的话 我们梁总啊 一直在为利益最大化的事情操劳用心 所以呢 这儿女情长啊 在你放一边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们梁总还说了 想要你帮她完成最后一件事情 还要娶你 我们梁总呢 身居高职 不方便透露太多 要不然呢 手底的人会不服气 走吧 要不然呢 还要不然呢 我能不能让他再去 我这儿子 我们先谈以后 你也好这个机器 程总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你怎么来了 刘明丽她就是个渣男 她跟我说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去找她 她就 她就什么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去找她 她就对我不客气 有这种事 刘明丽那天就要对我动手 要不是我好不容易跑出来 后果根本不堪设想 刘明丽现在将陈庆生的公司占为己有 她下一步就是对付我们和梁文俊 可是程 程总不是 对 刘明丽就是用表面迷惑了梁总 然后把程总的公司占为己有 你不觉得奇怪吗 经过调查 刘明丽就是永朗市的地下头目 这一切都是刘明丽伪装的 静雯啊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你要知道 那刘明丽现在正在四处的掌握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文件的事情你一定非常纳闷 但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呀 其实 在很早之前 我就已经跟陈庆生沟通过了 我们要做一个局 演一出戏 把那刘明丽 给勾引出来 是啊 我们都知道 这永朗市东风集团是过肥肉 所以这陈庆生啊 才会成为黑格势力的眼中钉 我们是为了保护这奥文件 更为了保护陈庆生 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刘明丽 所以你们才让我将文件准备出 还在上方大会准这一出 是为了保护我 没错 所以啊 你最近哪也别去 更别去东风集团 就安心地待在我这 我这就完全 原来 刘明丽是这样的 唉 这地下势力的圣图 十分棘手 要知道 刘明丽一定会以陈庆生为点 逐步的产生 以陈庆生为中心的核心实验 你就安心在我这 我会好好保护你吧 对不起 之前啊都是我的错 没事的 你也是被刘明丽的表面锁片 我们都是受害者 这怎么班都补不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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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俩没有任何关系 阳关进动作还挺快的 刘明 既然勇岗是讲究商业纷争的 那我就陪你好 刘董事长 恭喜你回归勇岗时 集成东方计算 请在这个勇岗时商业活动 事上签计 下个礼拜就是勇岗时商界大会 到时候 您代表的可就是 东方计算 商界大会 商界大会 我就让你杨文俊 在这个大会上永远处 唐靖文我势必 最近的靖安 你就委屈委屈 在梁总家多待几天 等梁总把事情处理好呀 就好办了 靖安 你跟方总那边怎么样了 这最近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好好关心关心你 但方大明就是个渣男 我早就跟他结束了 这样啊 我发现这靠谱的男人 还真没有几个 这件事之后 你怎么打算的 我也不知道 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想换个城市 换个地方 要不你也跟我一样 跟在梁总身边 替他呀非有解难 这件事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我得先去和刘美女见面 小杨 千万不能让他们计会 和刘美女见面 不然我们计会就全白费了 不然我们计会就全白费了 好的梁总我知道了 放心交给我 我计带你 我计事的 今儿自如今人 你还计有一个 对我计算 我计算 到时候尽管我是刘家的人 那么大家也不会买什么面子吧 现在还不是去找梁文俊算账的时候 实际还不够成熟 我一定要拿回这些文件 然后在商界大会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推翻他 我懂你 还关注我吗 还没有 再给我一段时间 不过我跟你打听个事啊 最近我在永岗市发现了可乐飞机一天 不会是由你派谁来执行任务了吧 可乐飞早在大年前就被公司建立了 没有人带的 好吧 我知道了 永岗市的任务我马上会结婚 你怎么会投资 hem 省 灵文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还找你呢 半岁真的是 五岁 你究竟什么人 我劝你放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站住 小子 你究竟什么人 之前小馒头被杀也是你干的吧 今天我就让你付出代价 你今天本事别白费力气了 直接投降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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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走 这 帅